受謀平川十位樓 星期五揭發雙施命案 兩名分別為55歲以及53歲的兄弟倒閉在屋內 兩人懷疑有智力問題、智理能力較差 他同住的母親早前5月入院後 家裡沒有人照顧他們 懷疑因此兩人飢餓致死 我們記者星期六重返邵氏事單位 發現大門被警方用鐵鏈鎖上 並且貼上通告指 單位暫時由警方接手調查 門外地面圍下大堆已經燒過的香枝和灰准 郵輪居表示 單位由一家三口居住 包括母親和兩個兒子 其中母親年賣 出入時要拐掌、行動不變 入院後更好一段時間未見過面 媽媽最近沒有見過她入院 應該就走了 三、四個月半年 兩兄弟很感情 因為經常聽到他們在說笑 我們也聽到 整條行都聽到 他們很大聲 聊天、說話 其中一個我沒有跟她打招呼的 另外一個比較小的那個 我看到她也有檢頭 和媽媽也有檢頭 即是客氣的 對,客氣的 蓋名鄰居又指 兩兄弟外表正常沒有一樣 而在他們的母親入院之後 兩兄弟也沒有向鄰居求助 或者要求給食物 對,客氣的 現在是一位 吸引物 藍燥 酸 流氓